好 说给观众 今天是元宵节 共军对台第一线部队 东部战区特别释出一段守护的影片 内容是向台湾文型喊话 但剪辑的画面相当有争议 一起先来看 这段1分24秒的端影片 开头就是共军兼20战机起飞 以及去年围台军演机局间 共军演镜头摇望台湾和澎湖 甚至把观测我基隆及军舰的画面也剪进去 另外还有一桶举杯喝金门高粱 之前金门高粱曾一度被对岸禁止进口 直到金门县长和立委陈玉珍 与国内办主任宋涛等人会面后解禁放行 影片中含有台北另一和天安门广场的画面作为呼应 可以看出中共趁着佳节继续推进心善喊话 也还是为您掌握了最新资讯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